Kissos Daily Lesson插播客 一个月也没有见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加拿大意义移民专场的直播客的情况 然后呢我们会讲解一下美国考场考口语满分的一个经验 然后为什么美国考场相比于加拿大考场来说的话 会更容易拿到一个高分 还有就是为什么现在8777可能分数不够了 今天是2019年的11月30号 我真是一个月没录课了 感觉没有底气 我从温暖的清迈暂时搬到了寒冷的Minnieapolis 过来帮你们考个试 也是帮我自己考个试啊 在Minnesota美国的北边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这个过程 所有不考意义的学生 这则课对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如果你是在澳洲在想 我到底是上加拿大移民好呢 还是在澳洲移民 或者说你在挣扎澳大利亚已经不能移民的情况 尤其那些PhD的同学 姐姐哥哥就可以看一看这一节课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去年的时候 我是2018年底考了一次雅思的G的雅思 然后用一周的时间考过了8777 我们分享了一节课是Lesson 328 然后这则课呢 就是有很多很多同学在下边留comment 你们会看有48个学生都给我点thumb up 然后有很多view啊 然后主要会讲解你们怎么用那个letter的复习方法 每天去stretch你们的复习 在七天之内 这个方法是帮助我自己 一次性考过的是8777了 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考一个G类的8777呢 跟我特别熟的学生都知道 我以前是在澳大利亚念书 在Melbourne University Melbourne University Math of Teaching这个专业念书 毕业之后是可以直接移民的 然后我就刷刷刷刷刷刷 后来我就考A类的那个8778 然后最后考了9978 A类的考试就考过了 然后等到我移民的时候 我发现我移民的那一年分数还挺低的 就70分 实际上我那一年实际上是60分 还是65分就可以移民了 但是我没有递交申请 因为我不是特别 就是不是特别想移民了 考下之后我发现我不是特别想移民了 然后本来是想移民新加坡的 然后后来呢 特别巧的一件事 就去年底的时候 很多加拿大学生跟我说 说老师你可以直接考一个G类的 雅思就可以移民 然后我联系了一个中介 然后那个律师跟我说 我考一个G类的 然后有三年的工作经验 我就可以移民了 简单的故事就 long story short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去年底的时候 我想白给一个绿卡 为什么不要呢 我就去试了一次 也是跟学生商量 还是学生帮我去做了那个 复习规划呀 什么是学生告诉我怎么复习的 然后我一下算是 运气比较好吧 然后复习了四天就有运一点点运气的成分 就过了 然后很多学生说老师为什么A类考分数那么高 然后G类只考这么低的分数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 G类我只复习了一周 A类我复习了四个月 那还是这个值了 一周换了一个绿卡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整个移民的过程会那么顺利 但是我也是拿到分数之后拖拖拖拖拖拖 又不赶快递交申请 一直拖到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才递申请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快 然后我三天就收到了加拿大绿卡的邀请 我没有本地的学历 没有本地的工作经历 然后我们分享一个lesson375节课 那节课也没有什么人看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如果你们想申请加拿大学生的话 可以看看这节课的实际上是 简单一个故事就是这样 然后问题又出现了 很悲催的我 又出现了一个小的转折 故事是这个样子啊 我七月底受到邀请 九月底之前要递交所有资料 然后他要求我们Victorious Day 就是维州的这些人 我就是维州的 维州这些人递交crime record 说要递交一个drivers 就是你没有一些交通犯罪的一个crime record 然后我没有看到那行字 很悲催的我 就是在deadline 我估计没有人这样做啊 在deadline的最后一天的时候 没有递交完所有资料 所以呢 我这个invitation就被我废掉了 然后现在我就想说 我可以再等两个月等成绩下来 因为他那个points还是会下来的 等成绩下来的时候再递交 然后我是两周之前我发现 这就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录 daily lesson的原因 两周之前我发现crs这个分数 他妈的高的有点夸张啊 就是我们都知道crs 这是抽签对吧 你们了解意义的学生都知道 我是刚好是10月2号之后递交的 10月2号这次的invitation是464分 我的分数就是464 我原本收到invitation那次 是7月10号的这次 然后后来我就那么不幸运 赶上这个feders guild这一次 然后插一下 你们知道隔了一个月分数 肯定会上涨 745 742 475 472 471 能不能 这个分数还能不能降下来 肯定还是会降下来的 很多人都说12月份的时候 可能会抽两次钱 如果抽两次的话 就会降下来 因为如果只间隔一周 就会降下来 而且1月份肯定是要抽三次钱的 但是谁也不知道 因为今年的配额 实际上再抽一次钱就到了 你们都应该知道吧 今年的配额 应该是再抽一两次就到了 所以我前一阵跟飞飞商量 就是之前考八七七七的一个学生 然后他是在这边 他是我的学生 他是在这边考到了 写作7.5 Covid的7.5分 而且Covid还考到一个9分 我去年就想跟他商量 我说我想来这边考四个八 然后本来都想来 然后就没有来 我就想说直接移民加拿大算了 然后我这年前两周我就想 我还是想来这个考场考 其实我原本是可以去曼谷 再去我之前那个考场考的 但是我想 有一个全世界最容易考过的考场 为什么我不来帮你们试一试呢 刚来的时候 我也是特别stress 你们知道吗 然后我就会想说 哎呀马上就要考试了 什么都没有复习 怎么办 然后但是我后来又一想说 哎呀反正这个分数都是会降下的 还不如是为了你们去考一次试 所以我准备去裸考了 所以我准备去裸考 然后我现在是一周之前 到了mini Epsilus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冷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会有 一月份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 加拿大的学生过来也会再考 然后我们会在Austin会再考 然后之所以这样 我第一次一定要去裸考 是因为如果我是去准备的考试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看出来这边的分数 美国考场的这个分数 适合东南亚那个分数 哪一个分数会更高的 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出来 这个分数和Toronto比 哪个分数会更高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是去认真准备的话 我肯定是可以一次性 有可能就是肯定是可以一次性考过的 但是我就不想准备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分数 我不准备大概是多少分 因为我还有七天的时间 没有关系 我为你们去考一次的 我这个生态很好 考不过是很正常的 我自己认为考不过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复习 尤其是口语 但是我们就去看一下 看一下说 因为我考完口语 基本上我就会知道是多少分 如果我给我自己雇的是七分 他给我一个7.5 这边的口语的分数 就会一定是高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整体一个 这个就是整体 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去发daily lesson 我也stress了同学们 但是我也花了一些时间 去调整好我自己的心态 我现在在Minneapolis这边 基本上settle down了 然后就算 办旅游的一个状态吧 白天也是工作的 然后我可能过两天 会出去浪一浪啊什么的 在家里面练练我的情 我也不打算太在意这个考试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太在意反正会越紧张 我还是生态挺好的 因为我准备在Austin考过 因为我准备14号那场 好好复习 然后所以因为这个CIS的分数 抽签的分数一直在上涨 所以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的同学 全部都是意义移民的同学 不是说我们不再帮助澳大利亚 和其他国家的同学 只不过是说现在加拿大的情况 确实是水深火热 我们pray out的上面 大概有十多个学生 全部都是加拿大搞意义的 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 直接过去的 如果是从中国大陆 直接过去的学生的话 我这样跟你们讲 如果你们是31分 如果你们是31岁 跟我是一样的年龄 8777硕士毕业 你加了分数最后是464分的话 是470以下的分数的话 我们会劝你 把你分数涨到 8.58分 7.57.5分 因为现在360多分 不一定可以保了 就真的是不一定可以保 因为 因为律师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的律师 是这样告诉我的 他跟我说的是说 如果你还是有时间 最好去考一次 就不要gamble这件事情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最新的消息 就是告诉你们一下这个 我也是听律师说的 分数肯定是还会再降的 因为它堆积那么多人 但是是什么 把这个分数上升的 你们都应该知道 是因为那个偏远地区 那个600分的那个加分 就每个州的那些加分 把这个分数给顶上去的 然后还有一些 越来越多的加拿大的学生 然后他们毕业 他们的分数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这次直播课 我们会分享几件事情 就是关于 雅思复习 8777复习的所有问题 尤其是怎么样 可以保你的听力的8分 8777的学生 你们最难的是 怎么样考到听力的8分 你们难得永远都不是写作 我们现在带很多 8777的学生 难得永远都是听力的8分 然后哪些申请人 8777可能分数不够 就是我们说的在中国大陆的那些 可能直接过来的学生 或者说你的分数卡到464的 像我这样卡464 470以下的学生的话 有可能真的不够了 怎么样才可以去涨分 然后呢 飞飞就是 我之前那个一对一 现在我们的coach 会给你们分享一下 怎么样两个月的时间 考到877.5和7.5分 然后下面是她的这个成绩 她的口语是从 5.5-1到7.5分的 然后写作是 考到了7.5分 然后她的这个情况是 她在这个考场考过两次写作 一次是7分 一次是7.5分 然后同时在这个考场 还考过一次口语的9分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考场是一个 特别容易给高分的考场 我有其他的学生 在国内考写作是6.5 在国内考写作6.5 在美国考两次写作都是7分 然后呢 那个学生在国内考的口语 有些时候也不过 在美国考都是7分 很多学生都会反映 美国考试分数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飞飞会给你们去分享一下 在美国考试的一下套路是什么 就怎么样跟考官交流的时候 可以拿到一个高分 因为她在那个考场考过很多次了 可能会对这个会比较了解 然后我们也会给你们去分享一下 就是说整体一的一个申请的过程吧 就整体 比如说你拿到分数之后的话 你需要递交哪些资料 尤其是如果你真的是在 摩尔本的 如果你真的是在维州 澳大利亚维州的学生的话 不要犯我这个错误 他真的是找只管 全世界他只管澳大利亚维州的人 要一个那个什么 就是traffic accidents 没有crime那个record 他只管维州的人 所以你们要维州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其他州都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直播客就讲解这个 然后我们是下个周末的时候 还有一个直播客会给你们讲 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个学生 怎么样考了五次雅思 五次的写作都是七分 三次在曼谷基考考的 两次是在上海的基考考的 我们会讲哪一个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目标的学生的话 这两次直播客肯定会有一个是适合你的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直播课程的时间 我们直播课程的时间是美国中部时间的早上 我们从八点开始吧 如果聊时间长的话 我们从八点开始有可能到十点 然后如果你是考其他的学生的话 我们这是G类专场 八七七七 如果你是考G类四个期的话 也可以过来听一听这类考试的一些 复习的一些难点之类的 然后因为我们是一年 我也就是今年都没有 直播去年好像是有过一次 一年可能也就是年底这一两次了 对我再跟你们讲一个预测吧 对对对预测 对对对年底了 我要给你们预测最后的两次考试 但是我只会预测 北美学生的最后两次考试 最容易出现一些考题 我们画个重点什么的 所以你们尽量一定是要来的吧 我到时候可以讲解一下 怎么用那个六个技能 去回答那些题目 因为确实是太久太久 都没有给你们录直播课了 我们就把一些重点 全部在这两个小时 全部都搞定就可以了 你们有任何问题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之类的 然后也是想见一见你们 然后美国中部时间的早上八点到十点 你们在Toronto的同学的话 你们看一下 我跟你们是有时差的 我们是美国中部时间早八点到十点 然后呢 直播课程的链接 我跟你们放在YouTube视频的下面了 然后WeChat的 你们点击那个最底下的read more 也可以有这个链接 然后最好你们直接在YouTube视频的下面 去找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那个七天的免费课程 下周我是百分之百会给你们更新的 所以你们现在只看YouTube视频首页的那些课 然后我们会下周的时候一些新的updates 会有一些小的惊喜给你们 下周五之前我们会有陆续会有一些惊喜 我们先把这个直播课做好 然后呢收集你们的一些反馈 考一一的学生尽量一定一定要来 因为我会帮你们去预测最后的两一次考课考试 我们把重点都画一下 其他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你们还想在直播课听到我们讨论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在YouTube视频下面给我们留言 尽量不要在WeChat留言了 然后明天的话 我们还会准时去发那个 会发 明天我们还会去发一节跑题课程的 但是因为我是我的美国中部时间早上录 可能你们看到跑题课的时候 已经是周一了 然后祝你们周末愉快啊 忘了给你们讲 这个直播课 调整一下我的语调 这个直播课需要网络的啊 你需要有你的笔记本电脑 再加网络 然后你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 可以看到我的活人的 看到我跟飞飞的活人 他明天要么就是在我们 他有可能上我们家来 我们一起弄 那就这样 然后我那个上礼拜前两天给你们录了一个 有我人的那个 有我的头像在里边的那个 给你们介绍了一下 我在这个大农村 然后北部 美国北部的小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看了学生的话 可以去YouTube看一下 跟我打声招呼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特别抱歉 过去一个月没给你们录课 如果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 以后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因为如果我没有给你们录课的话 肯定是因为我生活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确实太stress了 现在全部都解决了 因为所有事情都发生在一起了 现在全部都解决了 然后我们周日的时候 我具体给你们解释一下 过去的一个月我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仅仅是雅思这件事情 周日我们聊一聊关于爱情的事情 不是是好的事情 不是不好的事情